那在這則影片當中我們要向你介紹如何使用聊天成交超人軟體的 私訊機器人 也就是Facebook Messenger上面的聊天機器人的功能 所以首先呢你要記得先匯入你的Facebook帳號匯入之後呢 系統會顯示你所有的粉絲頁然後 在你想要啟用聊天機器人的粉絲頁上面的點擊這個插頭的樣子上面會顯示 啟用聊天機器人連結 那一旦啟用之後呢 你就會看到類似像這樣子的畫面 在這邊你可以禁用或者是直接把這個所有的設置給刪除掉 好那一旦你完成這個步驟之後你就可以來到 左側的 私訊機器人這邊首先呢我們要介紹的是聊天機器人設置 點擊動作進去之後選定 你要 設計的聊天機器人 他基本上是每一個粉絲頁 都有一個他自己的聊天機器人 我們的系統基本上不會設定 不會 限制你呢 你能夠連結的粉絲頁 只要這些粉絲頁你有管理權限就可以了 換句話說你可以使用我們的 聊天成交超人去管理 別人的粉絲頁然後去幫忙他去設定 他的聊天機器人 我們接下來的影片會逐一的 去解釋所有這些選項的功能 首先我們先來看一下聊天機器人回復設定 這個功能基本上就是你希望當 你的粉絲私訊你的粉絲頁的時候 如果他輸入某些特定的關鍵字 你希望這個機器人會自動回復給他特定的訊息 好那舉例來講 例如說 我要新增聊天機器人回復 我就點擊一下 然後接下來呢 給他一個命名 聊天機器人的名稱 那每一個 自動化回應的 選項都需要一個專屬名稱 例如說呢 這個是文字回復 例如說 那這個 這個名稱只有你自己看得到 好 然後呢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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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說 接下來就是 這邊請提供 動畫風格的 請提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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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刚刚发现呢 那一个图片太大了 它会佔據太多空间 導致我没办法按提交 所以呢 我这边找一个 应该要找一个比较小一点的图片 那我刚刚发现呢 如果你同时啊 输入两个 然后特别是有这个图片的话 它画面呢 会变得太小 不过还是 那我把这个萤幕稍微 缩小一点 比如说我就是按Ctrl 然后减号 这样子 这一摸缩小一点 这样子就可以 点击这个提交 如果呢 你没办法点击 你看不到这个提交 你就没办法储存 那这时候建议你呢 就一次回复一个就可以了 那我现在按提交 它就会显示已经建立了 已经建立了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撕解 我现在就把它放大回去 你就在这边看到 所有的这个回复 那我们现在就可以来 实际的来这个粉丝页 来测试一下 好 来到这个粉丝页之后啊 你要记得 如果你是用管理员的身份 你是没有办法自己 发讯息给自己的 你要用访客的角度检视 然后你才有办法去发送讯息 好 那这时候呢 我可以打文字 我刚刚设定说 如果打文字 我看它就会自动抓取我的姓名 然后还有 你看这个微笑 那我刚刚还有设定打 TXT 你要注意它会有三个蓝色的点出现 好 有没有看到就是那三个点 那三个点就是 就是显示在打字的那个设定 好 我们来看一下 你刚刚看到那三个点呢 我们现在点击好 然后按编辑 回复 那三个点就是在显示器上 打字 就是这个而已 好 那你可以看到呢 表现机器人非常精准的 按照我们设定的回复 所以呢 你可以回复的类型有非常多 不管是文字还是图片 你也可以回复声音 Audio就是声音 你可以上传你的音频 那你也可以是视频 那在这边呢 你就可以上传你的视频 好 那我们在接下来的 呃 教权里面呢 再来示范各种不同的问题 好 就是各种不同的回音类型 好 那我们下支影片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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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